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日的點題是暴風雨前夕,問號 說回事,今天反反覆覆 高開少少之後,早段曾經升過不錯 但期後升幅無以為計,慢慢回落 期後升下跌下,但到最後下跌幅又再次擴大 目前全日跌115點,收24595點 成交1192億,跟昨日差不多 今天升得高的股份,主要是科技股 特別是跟蘋果概念股有關,其中瑞星大升3.6% 只不過三桶油一般,特別是中國海洋石油大跌2.8% 令市升幅不但不能持續,反而要到跌百多點收場 今天市跌8.15點,說跌幅不算好,多成交流不算大 但這樣就不像有什麼大問題 但為何要用暴風雨前夕問號來做一個點題 一方面,今天的天氣完全是暴風雨前夕 今晚好像會打風,沙漠風口 故自然一個,另一個是其他市場對消息的反應 都似乎是醞釀一個向下調整的勢頭 所以就要給暴風雨前夕問號給大家 提醒大家,小心點 原因是對消息的反應 好消息不多,就強烈 這是一個不太利好的現象 今天科技股當然是瑞星上升,3.6% 但不是每隻隻升 龍頭那些都不見得,跟著上升 其中騰訊跌1元,20千元都穿上 其實今天科技股有很好的好消息 足以支持這類股份的氣氛向好 以至股價向上 在講的是美國四大科技巨頭公佈業績 昨天節目講過的 蘋果、亞馬遜、Google 母公司 以至Facebook 除了Google 母公司的Alphabet 另外三個業績都是勝預期的 而且他們盤後公佈業績 盤後立即都有升幅在這裡 形勢本來向好的 其中加上蘋果一拆四 資深股門都知道 如果市升的時候,拆細 通常都是有利股價再升 所以整個外圍 特別是美國科技股的氣氛是向好的 本來對香港科技股有利 但香港科技股只能夠個比發展 恆生指數更加不能夠上升 這就是對好消息沒有反應 這是值得留意的 第二個好消息沒有反應 就是在講內地的經濟數據 不錯,在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7月份的製造業PMI 和非製造業PMI 非製造業都雖然贏不了預期 但也有54.2% 站在性衰分界線之上 正在擴張 至於製造業更加上升預期 去到51.1%比預期50%到 明顯是多了出來 反應中國經濟是不錯的 穩步向上的勢頭在這裏 在這情況下,上正一度明顯上升 這就是上正指數走勢圖 一度穿下降軌 不過不能夠站在上面 這個美中不足 但總而言 仍然有0.7%的進漲 但香港方面 就不見到 因而向上走 其中 同氣連支的國企指數 看到走勢跌了57點 穿了50天線 不讓他穿下去 今天就穿下去了 上正走勢好 中國數據正 反而國企指數跟不上升 亦是對好消息反應不大 這亦是一個隱憂在這裏 反而下星期一會控出業績 其實業績今次估計都不多靚 普遍認為都是差的 特別是見到渣打之前的業績 都對銀行股沒有什麼期望 對派息也沒有期望 這個其實一早已經知道 但是到業績前 仍然就要再沽 他的沽 今天就跌成2% 跑輸大股 反應市場市人心 真是比較虛弱 好消息沒有什麼反應 對早已知道 應該消化得很久很久的壞消息 都要沽他沽 這個當然不是很現象 加上看到很多指數或成份股的走勢 都仍然受制於重要的阻力位置上 這個顯示形勢是有點頭赤的 例如先看看瑞星 今天講過剛剛 蘋果概念股 像瑞星 承著科技股走得那麼高 但是看到他衝上去之後 都不能夠站在上面 反而做個陀螺 碰一碰 前浪頂的 以致 前浪頂的阻力後 收不到在上面 反而回下來 形成一支陀螺的走勢 還有陀螺 有聽開本人的節目都知道 是一個代變的訊號 升了一輪之後的代變訊號 現在是前浪頂出現的代變訊號 這不是帥仔的表現 所以總的來說 看這麼多數據 看走勢 也顯示今天的走勢 令人有點失望 要小心下個星期 是否會出現暴風雨 最後是否真的會出現暴風雨 都是看技術走勢來的判斷 怎樣判斷呢 是否能夠 剛才所說的 之前一直都突破不到的股份 或者指數 能不能在下星期突破高位 就是化解的淡世 首先說一下外圍先 納子 最近一直在這個區間上落 有好消息也好 壞消息也好 他也是上上落 不穿上去 又穿 跌不下去 現在很明顯 出了四隻科技股 這麼厲害的業績 三隻是勝預期的 能不能夠協助這個星期 今晚衝上去衝穿去 這是其中一個重大關鍵 再說上陣 上陣 上陣 剛剛提過 升穿過上升軌 下降軌的升穿軌 但是不能夠站在上面 這個就一般 看看下星期 能不能再次破下降軌而上 當然最好就是破前浪頂 如果前浪頂也破了 可以當作霜底 形成高位的霜底 霜底 霜底 在3200點左右形成霜底 再破了霜底頸線 這樣就走勢 帥哥 就可以化解霜風雨前夕的陰影 至於 現在 騰訊也要講一下 香港來講 講一下股份 講一下指數 股份來講 騰訊今天就 剛才說的 跌穿二十天線 能不能夠下星期 就迅速扭轉形勢 上二十天線之餘 破了這個雙頂 昨天節目已經看過了 五百六十四元 雙頂阻力能不能夠破上去 就是關鍵在這裏 指行生指數 今天也是跌穿五十天線 終於收在下面 幸好還是守在浪底 周一的浪底之上 差幾點 今天低位和 那天的低位差幾點就穿了 好在浪一浪 未至於進一步轉淡 但是接下來就看看 這個能不能守住 以至更加重要 就是這兩個低位 就是我講了一排 二世一零零 這個就是前浪底的支持 很重要 如果能守到 之餘 還能夠 破回來中間 這條線 寶律家通道的中軸 即是二十天線 破回來 整個形勢 就會好很多 之前說的 暴風雨前夕 可能會雨過天青 就未必太大問題 所以大家留意著 剛才講的幾個技術 看著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